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著途怪奇师审计基础办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第七节比较信息 什么叫比较信息 我们教材标题讲了比较信息的概念 它给了一个比较信息的定义 是指包含于财务报告中的 符合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 与一个和多个以前期间相关的金额和披露 我们就称之为比较信息 跟谁去比 跟本期数据去比 所以比较信息 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对应什么数据 实际它肯定属于比较信息 准确的说 它是指作为本期财务报表组成部分的上期金额和相关披露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啊 你资产负债表当中有期末余额 那么期出余额就是对应数据 你利润表有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就是对应数据 你的期出金额也好 你的上期金额也好 是不是都是作为本期财务报表组成部分的 您指的是上期的金额和相关披露 没错 所以这些金额和披露只能与本期相关的金额和披露成为本期数据联系起来进行什么阅读 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应付账款你期出余额是两千万期末余额是三千万 别人一看哦应付账款增加了一千万 这就叫对应数据 所以我前面一直在说 在讲第十七章第四节 首次接受委托对期出余额的审计 我就曾经跟大家说过 对应数据是我们比较信息当中的一部分 而期出余额是对应数据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说期出余额肯定指的是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不会有余额 没问题吧 在这提示一下 对应数据列爆的详细程度 主要取决于其余本期数据的相关程度 那言外之意是可详可略 这是我们所说的对应数据 是不是在这他就说到了一个或多个 以前期间相关的金融和披露 所以对应数据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那么比较细细的另外一种类型 就是比较财务报表 他肯定也属于比较信息 是指为了与本期财务报表相比较而包含的上期金额和相关披露 慢点 对应数据其实是本质上作为本期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只不过他是上期的金额和相关披露 而比较财务报表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跟本期财务报表相比较而包含的上期金额的相关披露 那么比较财务报表包含信息的详细程度 与本期财务报表包含信息的相细程度是什么 相似的如果上期金额和相关披露已经审计 则应在审计意见中提及 我经常说这句话 所谓的比较财务报表 您可以把它假想的理解为 我一份审计报告 后边付好几年的报表 我之所以付这样的报表 我就是为了跟你本期的报表进行相应的比较 这就叫比较财务报表 能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这块定义写的玄之有玄 在这我想说一下 对应数据 您不是本期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吗 所以我审计一件紧提及本期啥意思 我明明审的是2022年 是不是他有期末余额 有期出余额 没错 我只提及2022年 期出余额从本质上来说 是不是2021年的数据 但我提不提2021年的事 不提 就这意思 而对于比较财务报表 审计一件要提及猎豹的财务报表 所属的个期 您审哪一年要提及哪一年 比如说我一下审三年 那我就要说2021 2022 2023 都要说 能大概知道一下 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在这简单的说一下审计目标 您作为高大上的诸多会计师 您对于比较信息的审计目标 第一个我经常说它是获取信息 我就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确定在财务报表中包含的比较信息 是否在所有方面错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有关比较信息的要求进行列报 第二个 按照著作怪计师报告责任出具什么审计报告 能知道就行了 这是标题一 标题二 审计程序 第一个我们经常把它说成是一般审计程序 面对比较信息 我不论你是对应数据还是比较财务报表 您住的怪计师都应该先做一件事 您首先给我确定一下 您的财务报表中是否包括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要求的比较信息 有没有比较信息 有 往下说比较信息是否得到恰当的分类 是对应数据还是比较财务报表 那么我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我住的怪计师应当评价两件事 我不知道您记得不记得 其实在第十集章第四节 我就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们期出余额要关注两件事 一个是什么 金额 还有一个是什么 怪计政策 那你期出余额既然是对应数据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我对应数据模仿他 其实我也要关注两点 第一个比较信息是否与上期 财务报本列报的金额和披露一致 你本期期出是等于上期期末吗 有没有可能我比较信息已经经过重述 比如说因为会计政策变更 比如说因为查错更正等 这不是解决金额的问题吗 下边是会计政策 但比较信息中反应的会计政策 是否与本期采用的会计政策一致 如果会计政策已经发生变更 这些变更是否得到恰当的处理 并得到充分的列报与披露 能知道就可以了 第二个 这个简单的了解一下 注意到比较信息可能存在重大错报时的 删击要求 就以简单的对应数据而言 您的期出余额是不是对应数据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您期出余额如果存在重大错报 我可以不可以说比较信息存在重大错报 可以 您期出余额要错了 期出余额加本期增加 兼本期兼少得期末余额 你敢说你审计的期末余额完全正确 不敢 所以我们真正审计的是 我既要关注到本期 我也要关注到关于期出余额上期的相关事项 假如说我在审计的过程中 我可能发现比较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时 我应该如何做 第一在实施本期审计时 这个范围很广 即使包括我本期实施审本期的程序 也包括审期出余额的程序 如果注意到比较信息可能存在 重大错报 诸多冠记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 您注意到了 您怀疑了 您认为可能存在 您就应该获取除非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确定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上期财务报本已经审计 那么诸多冠记师还应当遵守 期后事项的相关规矩 也就说您有没有识别出期后事项 按照我们第十八章 第二决的规矩进行账务处理 另外提示一句话 如果上期财务报本已经得到了耕证 诸多冠记师应当确定 比较信息与更正后的财务报本 是否什么一致 能大概知道就行了 换取书面声明 因为您面对的比较信息可能是比较财务报本 可能是对应数据 那他获取书面声明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 比如说比较财务报本 你审计一件本来就应该涵盖猎豹的各期 对吧 所以管理层需要再次确认 其以前做出的与上期相关的书面声明 仍然适当 诸多冠记师需要要求管理层提供 与审意见所提及的所有期间相关的书面声明 比如说您要求我审三年 2021 2022 2023 可能原来的2021年是别的事务所已经跟审过了 你管理层已经就2021年的财务报本出具过声明 那么你现在又针对于我审的这三年再次出具书面声明 你不能说我只出2022 2023等 一定要记住 我们需要要求管理层提供与审意见所提及的所有期间相关的书面声明 这是我们比较财务报本 而对于对应数据来说 您不是我本期财务报本的组成部分吗 由于审意见针对的是包括对应数据的本期财务报本 那我诸多冠记师要求管理层提供的 也就仅仅是就本期财务报本提供书面声明 一个是涵盖所处的各期 一个只对本期财务报本提供书面声明 在这提示一下 对于上期财务报本中影响比较信息的重大错报 进行更正而做出的任何重述 诸多冠记师应当应当应当 我说了三遍 应当要求管理层提供特定的书面声明 比如说关于特定认定的书面声明 这个大家能知道就行了 一个是猎务所处的各期 一个仅对本期提供书面声明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 前两个标题只是在讲理论 真真正正的重点 在标题三 听好了 标题三甚至比后边的标题四还重要 为啥呀 他只要说我审 2023年的报表 是不是里边自动包含着对应数据 没错 除非你是2023年新成立的公司 剩下他一定包含对应数据 但是他要说比较财务报表 他前边是不是有一些背景的描述 没错 所以我们考这么多年 如果是考简答题和客观题 考的最多的是对应数据 假如说你对应数据和比较财务报表 您都能给我掌握完美 实在掌握不了 给我紧着对应数据去掌握 我说清楚了吧 好我们看第一个总体要求 您听好了 您作为高达上的注册会计师 我就是对2023年本期的财务报表 整体发表意见 我就是啥2023年的 只不过我2023年里边包含着对应数据 包含着期处预额 包含着上期金额 上期金额不就是2022年的数据吗 但是我永远不忘初心 我发表意见的报表 依然是本期财务报表 只不过你对应数据作为本期报表的组成部分 我要关注你 就这个意思 第二个 当财务报表中列报对应数据时 除下列情况以外 审计意见不应提及 不应提及 不应提及 我说了三遍 不应提及这应数据 你审2023年 你就说我们审计了后复 2023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2023年的剩下三张表及辅助 根本不提2022年的事 但是有两种情况特殊 这两种情况 我不用你背 您将来打简答时 一定会用到这个内容 比如说第一个 导致对上期财务报表 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在本期仍未解决 其实这就是我们后边 第二点要讲的内容 啥意思 比如说你2022年 您存在着重大挫暴 它直接影响了2023年 本期财务报表的数据 或者您2022年 您的范围受到限制 2023年您依然范围受限 这就叫导致对上期财务报表 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在本期仍未解决 我们后边会看到 它既提2023年 也提2022年 在哪提 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里边提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上期财务报表 2022年报表 存在重大挫暴 而您以前对该财务报表 比如说前任注的冠军师 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报表明明有重大挫暴 您有眼不吃金香玉 您还给人家发表了 无保留意见 而对应数据 也就是我们被审计代位的 期出余额上期金额未经适当重述 或恰当披露 这是后边标题三我要讲的 您的期出余额要错了 您敢不敢说我期末余额一定正确 不敢 所以我要同时提及对应数据和本期数据 还有一个 上期金额错了 有人说这个总不应该影响本期金额 您忘了上期金额是您报表的组成部分 您呈现在给别人的审计报告里边 所附的财务报表里边有错 就属于你驻托快捷师的返筹 所以这两个 我们既提本期数据 也提对应数据 剩下的 我们只说2023年 怎么怎么样 有时候我没明白 先给您讲一下理论 后边有单独的举例 我先说到这 您不是有两种情况 要提及对应数据吗 那下边我们就讲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导致对上期财务报表 发表非不保留意的事项 在本期仍未解决 实际这个仍未解决 实际上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判断 一个是是不是重大 啥是不是重大 您上期存在重大错报 本期这个错报是不是还有影响 如果有影响 你期初约错了 你期末约肯定也错了 这个很好判断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广泛性的判断 您听好了 这个广泛性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我上期具有广泛性 那么也有可能 我本期也同样具有广泛性 或者上期具有广泛性 我住的外界是职业判断之后 我认为不具有广泛性 那我可能上一期具有广泛性的时候 存在重大错报 我出的是否定 本期可能不具有广泛性 那我就改出保留 或者上期范围受限 我出无法表示意见 我本期我认为不具有广泛性 我可能就出保留 所以广泛性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你的审计意见可能在降低 但是这个重大 我们也要判断一下 通常您记住一个总原则 我们在评价未解决事项 对本期财务报本的影响 或可能产生影响之后 我们发表恰当的非无保留意见 也就是说 您上期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在本期依然没有解决 本期出无保留的可能性 没有 肯定是非无保留 但是有可能 比如说一位广泛性的判断 我降低 这是有可能的 我们具体看 先说第一个 对上期财务报本发表了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 否定意见是不是存在重大缩暴 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无法表示意见 是不是范围受限 是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这俩都是具有什么广泛性的 而这件事在本期仍未解决 你敢不敢说本期一定还具有广泛性 不敢 有可能具有广泛性 有可能不具有 我们先说第一种 具有广泛性的 如果这些事项肯定在本期还没有解决 对本期财务报本的影响或可能的影响仍然重大 这个很好判断 并且具有广泛性 上期就具有广泛性 是否定和无法表示 本期还具有广泛性 别客气 我依然对本期财务报本发表否定意见 或者是无法表示意见报告 这等于降级了吗 没有 那么教材举了三个例子 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审的是2023年 那我上一年是不是应该2022年 没错吧 假如说2022年 我审的是被审议代位的合并财务报本 由于我高达上的注冻冠军 是无法对被审议代位的某一个重要子公司 执行任何审议工作 那是不是首先它是重大 这个没问题 另外我无法审议 这叫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议证据 这叫范围受限 那我经过综合判断 我可能认为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我对上期的合并财务报本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议报告 往下说 你本期2023年 你仍然无法对该子公司执行审议工作 有人说你想说啥 我们接着往后说 如果你这子公司一直继续持有 那肯定是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议报告 这个没问题 但我们举了两种特殊情形 情形一 比如说本年12月 假如说啊 我是在2023年12月1日 我被审议代位出售了子公司的全部公权 那有人说你从这往后不编合并报表了 是不是就对合并财务报本没有影响 我们就说你不具有广泛性 不能这么说 他对合并财务报本应然受到影响 实际上除了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外 你合并资产负债表可能有一些跟合并财务报本有关的数据 比如说2023年12月1日之后 您不编合并财务报本有关数据 就不再单独体现 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手术股东权益等等 但是您有一个铁针针的事实 在您处置子公司的当期期出 到处置当日这一段时间 您作为我们子公司实现的经营业绩 现金流量是不是仍然包含在你2023年编制的合并财务报本当中 没错 有可能你还有其他子公司 你把这个子公司处置了 跟他有关的前11个月数据 还要包含在你合并财务报本当中 你是不是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你对本期数据仍然有重大且广泛的影响 没错 如果您不甘心 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判断一下 此外该事项对对应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 仍未消除 您是不是要计算我们所说的股权处置损益啊 由于受净资产的影响 无法准确计算处置损益 咋就无法准确计算 您虽然是2023年处置的 您是不是要用到2022年的数据 或者以前形成的数据来算你处置损益 您2022年压根都无法准确的审计 无法执行相应的工作 所以从本期数据我考虑了 从对应数据我考虑了 结论是什么 我依然可能认为明明12月1日处置了 我依然未认为你对本期合并财务报本 具有重大企业广泛的影响 我们依然出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能知道这个内容就可以了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审的是2023年 他出了一个极端的情况 是不是他在2023年1月1日就把这股权处置了 有人说这一回对你2023年的报本没有影响吧 咱们先说本期数据 合并资产负债表从债保护不用编了 痕迹没有了 您说的处置当期期出到处置日 都是同一天1月1日 我总不能再对你合并财务报本的经成果 现金流量等本期数据产生影响了吧 那是不是就叫不具有感怀性 不能说这么冒失 我们还要继续往下判断 是不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影响因素 由于受到净资产的影响 我无法准确计算本期的处置损益 你本期处置损益就是体现在2023年1月1日 是不是也体现在本期报本当中 对 那么而且你对对应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 仍为什么着 消除 那到现在 我是不是算具有广泛性 他要做一个假设 假设我股权处置损益的金额重大 但不构成本期合并财务报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那我现在体现在2023年的报本里边 绝对没有合并利润表 绝对没有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数据 只是包含了一个处置损益 如果你这处置损益 不构成我合并财务报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您总不能说数量多吧 您就一个处置损益 您总不能说比例大吧 因为我现在直接给你否了 说你不是我的主要组成部分 那么实际上 我们最后综合判定 它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这事不就讲极了吗 你上一期具有广泛性 本期不具有广泛性 我本期合并财务报本 我可能出保留意见 这个例子口辣了 您可千万不要说 因为2022年我范围受限 于是我2023年1月1日 把这股权处置了 事项已经解决了 我出无保留 错 只要是导致对上期财务报本 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在本期仍未解决 处置并不是解决 是你该显示什么数字 该记载什么账目 这个才能叫解决了 至少我们现在要出保留意见 举了个例子 能明白就可以了 如果这些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财务报本的影响 或可能产生的影响 仍然重大 重大我们要判断 还要看一下它的广泛性 但是影响程度降低 或影响范围作响 不再有广泛性 您上期不是否定 和无法表示吗 那么诸多贯机师队 本期财务报本 发表保留意见 这种情况 不就在说第二个吗 所以这个重大 要单独判断 这个广泛性 有可能上期就有广泛性 本期还就有广泛性 是刚才讲的轻轻易 有可能上期就有广泛性 本期不就有广泛性 是我们刚才讲的轻轻二 我想我就给大家说清楚了 第二个 如果对上期财务报本 发表了保留意见 我上一期承认的就是重大 但不具有什么广泛性 那么这件事 在本期仍然没有解决 你不具有广泛性 还有降低的可能性 没有 比如说我住的外计师 就应该对本期财务报本 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 那么通常就是保留意见 他也给你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 我作为高达上的住的外计师 被审计单位 可能对大额的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 而对于我来说 我无法就金额重大的资产 是否存在减值 以及可能需要计题的减值准备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计媒计题 简直顶多影响某某资产的准确性 顿号 计价和分摊 就影响这一个认定 它是数量多吗 它是比例大吗 所以我们通常不认为 它具有广泛性 往下说 那就意味着 我上期报表出去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还是范围受限 无法获取 而在本期 被审计单位 在对这些大额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时 记提了大额的减值准备 我注的外界是执行审计工作以后 认可了本期期末的减值准备金额 这个减值准备本质上不是一种余额吗 您填列在报表上 是不是应该是以账面价值 扣完减值准备之后的金额 来填列在报表上 对我认为你的减值准备金额没问题 比如说你存货跌价准备该提100万减值 你接到本期你确实有100万余额 完美 但是您的对应科目是不是叫资产减值损失 我认为一部分资产减值损失应该在上期财务报表中确认 也就是说比如说本期你应该做借资产减值损失70 但从货跌价准备70 上期应该做30 但你把这100全都做在本期了 是不是相关金额对本期财务报表的本期数据 是不是就多了一块不应该有的数据 而对对应数据是不是就少了一块相应的数据 均具有重大影响 那我们本期可能也除保留意见 我们会计讲究的是全则发生制 该是哪年的 给我在哪年确认减量 如果你一股脑的 把以前没有确认的 全在本年确认了 全在本年减量了 也不算未解决的事项已经得到解决 听明白了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简 后边我讲历年真题时 您会看到这个简 那么具体往下说 将来对于对应数据来说 我们是不是既提本期数据 也提对应数据 其中就是有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导致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 非补保有意见的事项 在本期仍未解决 对吧 那么将来我应该如何描述 在审计报告形成 非补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什么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形成否定意见基础部分 诸德冠记师应当区分 下列两种情况 予以什么处理 第一 如果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数据的影响 或可能的影响 记住了是重大的 那么诸德冠记师 应当在形成非补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同时提及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 我们教台有个参考格式19-8 后边你马上就能看见 如果你想提前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 我可以呈现您 我们看一下参考格式19-8 将来这是关于对应数据的审计报告 他只对20某一年的报表发表意见 比如说这是保留意见 他审的是20某一年 但他在报表上是不是有对应数据 关于20某零年的数据 没错 你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我们审计了ABC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ABC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20某一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我提20某零年没有 20某一年度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的财务报表付诸 我们认为除什么什么之外 这叫不具有广泛性 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所说事项产生的影响以外 后付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工均反映了ABC公司 20某一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以及20某一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最后我们在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我一直在说意见段是果 而这个是什么 因为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数据的影响重大 我们既提本期数据 也提对应数据 你会发现 他说20某一年怎么怎么着 20某一年怎么怎么着 我们接着往下看 如财务报表付出第几条所述 ABC公司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 具体折旧 这项决定是管理层在上一会计年度 开始时做出的 导致我们对该年度财务报表 发表了保留意见 这是上一年发表保留意见 如果按照房屋建筑物5%和机器设备20%的年折旧率 既提折旧 20某一年本期数据 20某零年 这不是对应数据吗 既提本期数据 也提对应数据 当年亏损将分别增加多寿多寿元和多寿多寿元 20某一年年末 20某零年年末 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的净值将应累计折旧而减少多寿多寿元 减少多寿多寿元 并且20某一年末 20某零年末的累计亏损额将分别增加多寿多寿元 多寿多寿元 如果未解决的数据对本期的数据影响重大 既提本期数据20某一年造成的影响 也提对应数据20某零年造成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的影响或可能的影响重大的 通常折旧这种 你记住 比如说你的折旧年限确定的不下当 什么折旧方法确定的不下当 它会影响好多年 你第一年判定它是重大的以后 估计它也是重大的 你都要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描述 往下数 如果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数据的影响或可能的影响 记住了是不重大 那我是不是就不说了 说 虽然不重大 但诸多怪事实应当说明 由于未解决事项 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之间 我重点强调 可比性的影响或可能的影响 因而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是参考格式19-9 我们也可以提前看一下 前边意见段 我就不再给大家展示了 因为意见段实际上 对于我们保留意见都是一样的 我直接给大家展示 括号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这是由于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数据的影响不重大 我可能重点要说明 这个事项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的可比性 也就是口径的问题 产生的影响或可能的影响进行说明 我们看一下 由于我们在20某一年年末 接受ABC公司的委托 我们无法对20某一年年初的存货实施监盘 也不能实施替代程序 确定存货的数量 监盘不了 替代程序也做不了 这叫范围受限 只要有一条路能走通 就不叫范围受限 鉴于年初存货影响经营成果的确定 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应对20某一年度的经营成果 和年初留存收益做出必要的调整 因此我们对20某一年度的财务报本 发表了保留意见 是不是这个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的数据影响可能是不重大 由于该事项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的可比性 存在影响或可能存在的影响 我们对本期财务报本发表了 保留意见 重在说明可比性 未解决的事项对本期数据影响重大 同时提及不重大 重在说明可比性 记住了这个例子 存货未能实施监盘 我们重点说可比性 而固定资产这块折旧 我们同时提及对应数据和我们所说的本期数据 这些虽然是举例 但是未来高大畅的柱的冠军师 他会把它放在我们简答题里边 他会把它放在我们综合题里边进行考核 您老人家要记住这些例子 听明白了吗 这是我给大家所说的这块处理原则 那么接着提示大家两句话 如果这个事项已经得到解决了 人家只影响上期 而且该解决的已经解决了 并且被审计单位已经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进行了恰当的会计处理 或者在财务报板中做出了适当的披露 该会计处理的我会计处理 该披露的我披露 完美 则注定管理是可以针对本期财务报板发表 无保留意见 且无需提及之前发表的非无保留意见 你只管你2023年的审计意见就行了 2022年的事已经完美的解决 您不要再说 不要揪人小辫子不放 但是 这是大家要稍微注意到的 有一种不太完美的情况 就是对上期财务报板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 并且事项没有解决 但是对我本期财务报板又没有关系 比如说影响损益的 它对我本期报板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由于未决结的事项 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的可比性存在影响 或可能存在影响 仍需要对本期财务报板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 这个点都烤烂了 他说未解决的事项对本期数据无关 所以我本期发表无保留意见 错 从可比性的角度来讲 我们依然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这很重要 这特别重要 这非常重要 到这为主 标题二 也就是导致对上期财务报板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仍未解决这件事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稍微再给您归纳一下 如果导致上期财务报板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但本期仍未解决 其实还有一个分支是什么 已经解决了 而且我恰当的处理和披露了 记住了 本期肯定是无保留 且无需提及之前发表的非无保留意见 我已经解决了 恰当会计处理了 恰当披露了 我本期就应该发表无保留意见 而且我无需提及之前的非无保留意见 我们现在讲的是不太完美的这种情况 如果导致上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仍未解决 你上期存在的重大挫暴 本期还存在 你上期范围受限本期还存在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说 判定在本期是不是重大的 这个很好判定 从常规就能判定 还有一个我们从广泛性去判定 有可能上期就有广泛性 本期还就有广泛性 接着否定无法表示 有可能上期广泛性 本期不就有广泛性 降机 我就出保留意见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块内容 大家一定要会 另外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事项没有解决 本期通常还是保留意见 事项都是同一个事项 在这说的时候注意 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数据的影响重大的 同时提及 未解决的事项 对本期的影响不重大的 重点强调 可比性 别错了 有一种极端情况 上期导致我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 这个事跟我本期数据无关 你本期绝不能袖手盘观 说我出无保留意见 我从可比性的角度来讲 我依然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这个点都考烂了 别错了 这是我们可以同时提及对应数据 和我们所谓的本期数据的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就是标题三 也就是上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挫暴 如果著作怪记师已经获取上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挫暴的审计证据 而以前对该财务报表 比如说前任著作怪记师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报表明明有重大挫暴 你还出了无保留 那我就问你被审计单位移居会 您改了吗 如果被审计单位对队营数据 未经过适当重述和恰当的披露 被审计单位没改 是不是队营数据有错 没错 在这种情况下 著作怪记师就应当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对应数据 因为你的对应数据构成我本期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你对应数据有错 你还没改 哪怕我审本期报表 你是组成部分 我也对本期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报告 重大不具有广泛性的出保留 重大具有广泛性的出否定 这是第一个 这是没有改的情况 而另外一种情况 背审计单位改了 尴尬了 你上期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你面对的期末数据是有错的 而我本期面对的期出数据 背审计单位改了是正确的 是不是上期期末跟本期期出就对不上 没错 但我本期数据有错吗 没错 我本期应该发表什么 无保留意见 接着往后看 如果存在错报的上期财务报表尚未更正 上期有错被审计单位没改 并且没有重新出据审计报告 前任出报告也出错了 但对应数据已在本期财务报表中得到恰当的重述或恰当的披露 本期他把期出数据对应数据给改了 此时著作概念师可以 记住了这两个字是可以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以描述这一情况描述什么情况 上期期末为什么跟我本期期出对不上 因为上期期末有错他没改 我本期期出有错他改了 这就是对不上的原因 并提及详细描述该事项的相关披露 在财务报表中的什么位置 加强调事项段 一定是已经恰当列报和披露的事项 没错的事项才可以加强调事项段 是必须吗 记住这是可以 一定要小心这个字眼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情形 后边四和五 跟是不是同时提及就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上期财务报表 以由前任著作怪计师审计 这个我们曾经在第十九章第六节 曾经给大家总结过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 以由前任著作怪计师审计 著作怪计师 我们其实是什么人 后任在审计报告中记住 可以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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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著作怪计师 对队营书记出去的审计报告 当您下定决心决定提及时 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是应当应当应当 我强调的字眼 您最好能够背起来 应当在审计报告的 其他事项段当中 说明三件事 这三件事 这三句话 您就是泪土贤 要一个字不落地给我背起来 要回墨写 上期财务报表以由前任著作怪计师审计 第二个 前任著作怪计师发表的意见类型 如果是非无保留意见 还应当说明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理由 是存在重大错报 还是范围受限 还有前任著作怪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的日期 这三句话 您就是泪土协议给我背起来 它的层次感非常鲜明 如果上期报本由前任著作怪计师审计 您可以选择提及前任著作怪计师 对队营数据出具了审计报告 当你决定提及 没得商量 一定要在其他实际上段中 说明这件三件事 已经审计 一件类型 理由 还有报告日期 把它给我背起来 您后边会看见 比较财务报表 还有这个内容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上期财务报本未经审计 著作怪计师也是应当应当应当 我说了三遍 应当在审计报告的其他事项段 审计是其他事项段 未审也是其他事项段 千万别错了 说明对应数据未经审计 但这种说明并不减轻 著作怪计师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已确定期出余额 不含有对本期财务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 错报的责任 能知道就可以了 重点就是应当 在其他事项段当中 以审要说 未审要说 以审说这三件事 一个字不落得给我背起来 到这为止 我们审计报告 对应数据 就算说完了 解决大家一个疑惑 有人说你跟我提 对应数据 跟前边什么 第十九章第五节 包括前边第十九章 第三节的审计报告的模板 是不是一回事 急有事 我们现在企业会计准则 是不是都要求编制 比较财务报本 你的本期财务报本里边 自动就含着期出预额 自动就含着上期金额 等于自动就含着对应数据 所以不要迷糊 不要认为 我审20某一年的数据 跟对应数据是两回事 一回事 听明白了吗 这是对应数据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在这儿演示一下 您不是说 如果上期财务报本 已经前任著作怪计师审计 您可以提及 前任著作怪计师 对对应数据进行了审计吗 当决定提及时 就没得商量 您一定要在其他事项段里边 说明三件事 上期报本已经审计 一件类型 如果是非无保留意见的 还要说明理由 出具报告的日期 在这儿 参考格式19-10 别的都完全一样 不再单说了 2050年12月31日 慢点 您现在审的是20某一年 这是本年 那20某零年 是不是就是上期 对 205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2050年度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 以及财务报本付助 由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或者比如说由某某事务所进行审计 这是不是告诉人家 就是让您默写 讲到这儿 我们看一道2016年的简答题 当然只是一部分 其实这就是我们教材后来的有些举例 就是从历年真集演化来的 我们看一下 甲公司是ABC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A住的管理师负责审计甲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 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状况性为200万 审计工作第一稿中 预会计估计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摘录录像 给了个夸五 要求针对上述第五项 指出A住的管理师的做法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讲说明理由 我们直接看夸五 因2014年年末 您现在审的是2015年 这一较上期 对不对 对 年末少计题无形资产 简直准备300万 你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才是200万 你是不是少计题300万 这个算不算重大挫暴 肯定算 如果单纯从金额上来说 算重大挫暴 如果你这个少计题 只是为了防止你利润下降的太多 你是舞弊 从性质上 我是不是也能判定你是重大挫暴 没错 A住的管理师对贾公司 2014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那他就认为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这种某某简直 它只会影响准确性 对号计价分摊这个认定 通常我们判定它不具有广泛性 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存在重大挫暴时 我们发表保留意见 然后贾公司于2015年 处置了相关无形资产 并在2015年度财务报表中 确认了处置损益 您2014年的无形资产 简直准备记题的就不对 您敢不敢说 您2015年的处置损益是正确的 不敢 肯定对本期数据有影响 你处置损益是含在本期报表当中的 A住的管理师认为 导致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的事项 已经解决不影响2015年度审计报告 大错特错 就跟前边那个股权 哪怕你是在一月一日卖的 你至少股权处置随意 影响本期的财务报表 肯定是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所以不恰当 这件事对本期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A住的管理师应当考虑 该事项对2015年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影响 或者现在的打法更干脆 说这件事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本期有可能或者说应当仍然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报告 其实就是什么 保留 你上期是保留 本期通常也是保留 能知道这样提的打法 不是因为你的股权卖了 事项就解决了 不是因为你的无形三处置了 事项就解决了 是你该恰当确认和计量 该披露的 您正常做了 财政叫解决 别做了 这是我们所谓的标题三 标题四 审计报告的比较财务报表 有了对应数据之后 再看比较财务报表会很简单 另外我还是那句话 标题三和标题四 实际上重要程度 我更看住对应数据 如果实在两个都掌握不了 以标题三为主 我们十次有九次 都是考标题三考对应数据 我们看一下总体要求 你记得不记得 对应数据除了两种特殊情况之外 它的审计意见 是不是只涵盖本期 而且它通常不会提提对应数据 那两种特殊情况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标题二和标题三 导致上期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件 本期仍然未解决 还有上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 但是前任著的冠军师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这俩是不是导致我可能 既提本期数据 也提我们所说的对应数据 没错 而这儿是一定要提及的 当列报比较财务报表时 审议件应当提及不是可以 是应当提及猎报财务报表所属的各期 以及发表的审议件涵盖的各期 我们有一个参考格式 19-11 我可以先让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别的地方都一样 我就不再说了 直接看意见段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ABC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ABC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20某一年12月31日 和20某零年12月31日 的资产负债表 是不是列报的各期都要提及 没错 有可能他是这样描述的 比如说我为了IPO首发上市 我为了高薰审核 我可能要审三年的报表 他就会说我们审计了 后付的ABC股份 向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以及20某一年度 20某零年度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付出 提及列报的所属各期 就是这么个规定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 基础部分所述事项 产生影响以外 后付的财务报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云反映了ABC公司 20某一年12月31日 和20某零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 以及20某一年度 和20某零年度的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现在是两年 有可能我提三年的 有可能能夸张一点 我提四年的都有可能 这就是比较财务报表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份主报告 后边附的好几年的报表 这种叫比较财务报表 能知道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总体要求 第二个 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的意见 与以前发表的意见不同 啥意思 比如说这个公司 是2021年1月1日成立的 2021年 他就找了一个A事务所 给他进行审计 审哪一年 肯定审2021年 对吧 然后A事务所发现 他存在重大挫暴 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直接给他出了一个 否定意见类型的报告 往下说 后来这个公司发展的非常好 他马上就要IPO首发上市 IPO首发上市 不要审三年 这个被审 你他自己都知道 他要审的三年是2021和2022 还有2023 如果2021年的这个重大企业 具有广泛性的错报不改 是不是 2022年的数据是错的 2023年的数据错 你对应数据有错 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是不是导致2022 2023都会出去 否定一件类型的报告 对 被审计单位 明明知道这么做 IPO首发上市 不行 他不可能这么做 那他就会把2021年 这个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的错报 给改了 接着他把2022年和2023年的数据 都给改了 于是 这时候B所 比如说审他三年的审计报告 可能就给他出一个无保留意见的报告 那可能别人就会问 同样是2021年的数据 A所为什么出了否定意见 B所你为什么出了无保留意见 我们因为本期审计 而对上期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 是如果对上期财务报告发表的意见 与以前发表的意见不同 我现在发表的是无保留意见 就2021年来说 而A所发表的是否定意见 这不就是不同吗 注的会计是应当 记住是应当 在其他摄像段 这个应当在其他摄像段 咱前半在哪用过 一审未审都是应当 在其他摄像段当中进行披露 只不过我现在披露的是 导致不同意见的实质性原因 我B所会告诉你 为什么2021年A所审的时 给他出了个否定意见 类型的报告 因为他存在着重大企业广泛的错报 而现在我为什么 2021、2022、2023年 我审计的时 我出了无保留意见 因为他把2021年 这个重大企业广泛的错报给改了 进而把2022、2023的复局给改了 这就是第二种情形 能听明白就可以了 第三 上期财务报本 已由前任著作怪计师进行了审计 这说了一种情形 如果上期财务报本 已由前任著作怪计师审计 除非前任著作怪计师 对上期财务报本 出具的审计报告 与财务报本一同对外爆出 那我著作怪计师 图对本期财务报本发表意见之外 还应当 发现了吗 以审未审都是应当 在其他事项段章中 说明下列三件事 这三件事 有人说跟对应数据那三件事 是一样的吗 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上期财务报本 已由前任著作怪计师审计 前任著作怪计师发表的意见类型 如果是非无保留意见 还应当说明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理由 前任著作怪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的日期 前边那其他事项段的举例 我不给大家说过吗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个 第四个 存在影响上期财务报表的重大挫暴 并且前任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那总的原则是什么 我要跟适当层级的管理层沟通 而且我要求他告知前任著作怪计师 你上期出的审计报告出错了 甚至我有可能跟治理层沟通 除非治理层全员参与管理被审计代位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 具体的处理做法是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 跟我著作怪计师有过 没有 上期财务报表是前任著作怪计师出的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已经更正 谁更正了 被审计单位 而前任著作怪计师 同意对更正后的上期财务报表 出具新的审计报告 那我作为后任著作怪计师 我仅仅对本期财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完美 各司其职 但是 如果前任著作怪计师 可能无法或不愿对上期财务报表 重新出具审计报告 间隔时间太长了 而著作怪计师 您作为后任 可以在审计报告中注意 这是可以 一审 未审是应当 而这是可以 可以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其他摄像段 只除了前任著作怪计师 对更正前的上期报表 出具了报告 此外 还有可能 我后任著作怪计师 接受委托 针对做出的更正的调整失效 实施审计并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也可以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下段落 这是啥意思 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小孩念三年级的时候 一个小孩念三年级的时候 一年结束了 可能留到暑假作业 开学得交 但是等他开学的时候 他不就变成了四年级了吗 对 换老师了 比如说原来的老师叫张三 现在的老师叫李四 那么李四对于这三年级的暑假作业 有可能也会给这小孩判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李四为了摘清责任 他就会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下段落 能知道就行了 作为二零某二年度财务报板闪击的一部分 我本来是四年级的任考老师 我们同时闪击了付诸中第几条所述的 用于对二零某一年度财务报板做出更正的调整事项 我看了你三年级的暑假作业 我们认为这些调整是恰当的 并得到了适当运用 除了与调整相关的事项以外 我们没有接受委托 对公司二零某一年财务报板 实时审计审阅其他程序 我只看了您的这个暑假作业改的对不对 对于你三年级的任何课程 我没有做任何事 我教的是您四年级的课程 因此我们不对二零某一年度 三年级财务报板整体发表意见 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 只是你暑假作业你认为错了 你改了这部分 我四年级老师给您看了 其他的我没有实施任何程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情形 所以存在影响上期财务报板重大错报 且前任出去了五保留意见的 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五个 上期财务报板未经审计 蒙的蒙的出来 肯定是应当 在其他摄影响段中说明比较财务报板未经审计 但是这种说明并不减轻 诸多怪计师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以确定期出一额不含有对本期财务报板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的什么责任 以审未审是应当在其他摄影响段中说明 千万别错了 有没有发现比较财务报表 它的内容比我们前面对应数据的内容要简单的多的多 没错 就是因为它的内容简单 相对来讲可口性就没那么强 而且你以审未审应当在其他摄影响段中说明 我对应数据也有 而且你要指出的那三方面 我对应数据也有 所以有可能的话都给我掌握 实在掌握不了 给我紧着对应数据去掌握 我说清楚了吗 好 格式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最后我们小事牛刀一下 看一个2015年的简单题 他说ABC会计师事务所的A1诸多会计师 担任多家被审计代位 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项目合伙人 遇到下列导致出去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事项 五件事 针对上述第一至五项 逐项指出A1诸多会计师应当出具 何种类型的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并简单说明理由 慢点 这个何种类型 是不是我们要从两个角度 您是不是存在重大挫暴 这个重大挫暴是否重大 是不是既要定性 也就是说挫暴的性质是舞弊 还错误造成的还要考虑挫暴的发生环境 是不是系统性挫暴等等 还要定量是看你是不是超过了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有必要的话 我看你是不是超过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两方面不一样 如果是存在重大挫暴 但是不具有广泛性的 我们出什么意见类型来着保留 如果具有广泛性 我们是出什么否定 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前提条件 您范围受限达到重大 如果不具有广泛性 肯定是出保留 具有广泛性 我们是出什么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还记得广泛性怎么判断的吗 数量度 比例大 披露至关重要 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 这些我们要会 那下文我们看块一 假公司2014年初 你审的不就是2014年 本年初开始使用新的ERP系统 因系统缺陷 导致2014年 成本核算混乱 审计项目都无法 无法 这叫范围受限 对营业成本存货等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那一年出这题不好 他要说营业成本存货等多个 只要有这两个字 这就叫具有广泛性 我再说一遍 看见多个就叫具有广泛性 那一年就没数 范围受限 这个重大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成本核算混乱 那是不是肯定具有重大影响 但是是不是就广泛性 他没有说的很明确 所以那一年给答案 你要认为重大不就广泛性 先保留意见 他也算你对 你要认为重大企业就广泛性 也无法表示意见 他也算你对 但您的结论跟您的理由要匹配 一定要说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对财务报本的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这是保留意见的措辞 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这是无法表示意见的措辞 您结论跟您的理由 一定要匹配 这是第一个 然后看第二个 2014年因采用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以公司对以前年度投资形成的部分 长期股权投资 改按供饮价值企零 并确证了大额的供饮价值变动收益 这个大额的变动收益 是不是为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这种法庭变更要求您追溯调整的 您没追溯调整 这肯定是错 我们认为是存在什么 重大错报 因为他在说大额 金额大是不是算重大 对 但是这时候 他是不是具有广泛性 他不具有广泛性 因为哪怕我没有对对应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我影响的不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对应的资产项目的准确性 顿号计价分摊吗 这叫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而且是存在重大错报 肯定是保留意见 比较数据存在重大错报 但不具有广泛性 当期数据 别说当期 说本期数据存在重大错报 但不具有广泛性 因为受你对应数据的影响 我本期数据肯定也会受到牵连 哪怕我本期数据改了你的对应数据如果存在着错报 不具有广泛性 我不也出保留意见 一样的道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因秉公司严重亏损 董事务 你约2015年 慢点 你审的是2014年 2015年对期进行清算 没有满足未来12个月 如果你是死银派 还用持续经营假设 一棒子打死 否定意见 他说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编制了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 错 您错的很离谱 直接否定意见 哪怕您在财务报表付诸中充分披露了清算计划 也直接否定一样 理由是 被审议来被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不是当 第四个 丁公司是机动机构 在风险管理中运营大量复杂的机动工具 我说它是重大没问题吧 因风险管理负责人离职 人事部暂未招聘的合适人员 管理层未能在财务报表付诸中 披露与机动工具相关的风险 应披露而未披露 这叫什么 错暴 每次都要给我区分是错暴 还是反为首限 这叫错暴 重大错暴 但是不是具有广泛性 不是 它只是一个披露错暴 所以肯定是保留意见 存在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的披露错暴 所以是保留意见 第五个 物公司2013年度 您现在审那年 2014年上一年的报表 未经审计 记住了是应当 在其他事项段中说明 未经审计 但这一说明不减轻 你诸多怪技师对 其出一国获取 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责任 这个套话又会说 然后管理层将一项应该在2014年确认的大额长期资产减值损失 作为前期查错重述了比较数据 实际上肯定首先我们应当在其他事项段中说明对应数据未经审计 这要带其他事项段的 而且存在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什么广泛性 所以我们出保留意见类型的报告 有人说您就讲证一个例题 不可能 第八节结束 这张结束 我还有好几个立即等着大家 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判断 您老人家必须会 一定要会 既考虑本期数据 也考虑对应数据 是不是存在重大错报 那么这一讲 我就讲得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